请第一排开始同意写 你要记住啊 写的时候啊 这第一排 我在讲台 所以你要这样写 你是这个位置 对你就要这样写 这样我才看得比较方便 那这个同意就写第二个 好不好 要写 那个写的时候 要注意到那个讲台的位置 跟大门的位置啊 就笔记一下 讲台在这边 这是一个 大门 所以你这样写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个 请同学等一下就考虑一下看看 如果说觉得这个位置不好 还想要再换位置的同学 那就请这个 下课的时候 赶快做好位置 然后做好位置的时候就 不要再变了 OK 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 那这个学习教务处 有要求 我们这个课程 做数位学习教材的课程 所谓的数位学习教材 所以可以看到 那边有个摄影机 再来照 然后等一下我这边还要有一个设备啊 所以我拿一个很奇怪样子的麦克风 用那个麦克风来 开始讲课啊 所以变成 我必须要被这个线绑在那边 我也请我们的同学学长啊 到时候再召唤看 有没有比较长一点的线来做连接线 OK 那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上 呃 这个 我的课程里面的第一章 可是按照数位教材的安排是单元二 就是序论啊 策略管理 会计的简介 我这个操作也不熟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握起来怪怪的一个感觉 OK 好 各位同学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 那这门课的序论啊 就是要准备介绍策略管理会计 在介绍策略管理会计之前 我们会先问一下 这个课程啊 叫策略管理会计 我们原来的课程叫做管理会计 那加上了一个策略这两个字啊 是因为好像这也是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人力资源有策略人力资源 行销有策略行销 那管理会计呢 更是不可避免 会有一个策略管理会计的要求 那这个地方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策略 一个是会计 这个策略啊 就是我们到了大四的时候 同学会将大一到大三 所学到的五管三级 把它做一个整合 让企业 让企业运用不同的技巧 来达到所谓的竞争优势 那个叫策略 那会计是各位同学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修过了会计学 那在这个策略管理会计里面有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然后透过一个动作把它整合起来 那个动作叫做管理 所以策略管理会计加起来就是策略管理加上管理会计 这个课程的用意啊 也希望如此 就是透过会计所提供的数据基础来作为管理之用 进而来作为策略制定的一个基础 那在这个策略管理会计的课程内容内啊 我们会发现它会围绕在一个叫做数字打转 什么叫做数字 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数字 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算数就来了 那这个很多同学对数学或者对算数从小开始 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讨厌这些课 有同学可能会比较喜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数学或者算数 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进到了企业管理学系以后啊 好像发现了还是避不开 那我们这个既然跟会计有关 那当然啦也密切的跟数字相关 在管理会计里面或者策略管理会计里面 我们其实也一直围绕着这些数字在打转 我们会讨论到数字与管理 会讨论到数字与策略 以及数字与控制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上个礼拜我有提到过 会计所处理到的基本上 都是跟金钱有关的数字 在我们的管理会计里面 当然跟金钱有关的管理数字啊 是我们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非金钱相关的其他的数字 我们也会加以管理加以整理 加以分析 那我们这边用一个个案例子来讨论啊 这以后啊在每一个章节之前 我会尽量的用一些个案啊来做分析 那这些个案啊 基本上也都是长时间下来 我教学过程中间的 清深的一些资料 整理的资料 或者是在企业做诊断的时候 或者是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些个案 这个个案很特别 这个个案谈到的是一个已经倒闭的公司 叫做单笔食品 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 这个是没有听过单笔食品的请举手 没有听过这家公司的 哇手放下来好像大部分都没听过 在座的同学有没有高雄的同学请举手高雄的 有没有台南的 台南的同学有没有听过单笔食品 听过了 后面那位同学听过单笔食品没有 也听过台南的同学好像都听过了 那高雄的同学没有听过单笔食品的请举手 还是有啊 那请放下 因为这家公司2008年倒闭之后 到现在2013年才不过五年的时间啊 居然大部分的同学都没听过这个公司啊 这也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因为它曾经在台湾非常非常有名 特别是台南人啊老一辈的几乎是吃单笔食品长大的 好 这个公司啊 这个呃 我们通常啊很希望能够了解一个个案的时候 希望了解的是越困难的个案啊 其实对同学可能越有帮助 去描述那个非常成功的个案固然也不错 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成功的 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在经营的时候其实是困难的 但是啊碰到一个倒闭的公司再去做他的个案啊 有时候更困难 因为人都跑光了 大概在也是在差不多六七年以前啊 这个我有一个学生啊跟我开始供博士 那他的这个这个博士生也是台南人 我们当时研究的重点就是管理控制系统 那这个管理控制系统呢 我们专门做一些个案 也专门去找一些困难的个案 或者说经营艰困的个案 透过我手边有的资料 透过的个案的公司的访谈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这个这个这个个案 然后把这些个案呢就登到了报纸上 有一个当时在经济日报 我们有一个专栏 那后来发现这个单笔食品遇到困难 最后它倒闭了 所以这些个案啊 这个个案是我跟我的博士生 在这个单笔公司倒闭的时候呢 收集了相关的资料 做出了一个整理跟分析 那登到了报纸之后啊 又接到了三通电话跟两个email 这两个email可能是他们透过我的名字 在中山大学的网站上找到 写过来的 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跟我们联络的那些 这有两个人 我们分析是其中有两个人 希望跟他们联络 再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他们不愿意跟我们碰面 只愿意提供非常多的资讯 这两个人后来我们判断 一个应该是业务部门的 应该是副总经理的位阶 另外一个是采购部门的一个高级主管 所以这个个案呢就变成比较丰富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 单笔食品是在1979年台南成立的 1980年呢就开始开进行了连锁的经营 1980年的时候成立了五家 南部的直营门市 那这个公司的主力的产品是喜饼跟凤梨书 早在1979啊 离现在有2526年了 早在那个年代里面 哦不止哦 有36年了 在那个年代里面啊 这个这个凤梨书其实今天在台湾来讲的话 好像是很有名的一个台湾的伴手礼啊 可是早期做凤梨书最有名的其实是单笔 他做起来的 他如果今天不倒掉的话 搞不好我们的路客啊 每个人来台湾都要买一盒伴手礼这个凤梨书啊 大概就是单笔在做了啊 可是他已经倒闭了 他在1980年的时候 他的营业额最大宗大概就是喜饼啊 占了三到四成 那凤梨书也是他的一个这个主力的产品 最高的营业额冲到11亿元 也多年获得优良纳税的企业 那他为了要扩充这个台北北中部的市场 在1995年成立了中北部的直营门市 到了1997年啊 为了扩充规模 生产规模在台南的安平呢 陆续的成立了二厂三厂四厂 这些都是他的中央厨房 从这个地方做出来的产品行销全省 那这个同时呢也在台北 也在高雄基隆彰化成立了分店 那同时也加盟 规划加盟跟代定店 这个到了这个最盛的时期里面有25个分店的门市 到了差不多2006年的时候 金银开始有点困难 他开始尝试转型复合式的金银模式 同时撤裁绩效不好的分店 所谓的复合式的金银模式啊 当时是在台北成立了一个旗舰店 这个台北的旗舰店啊 投资非常庞大 当时号称3亿元的投资 他的投资的方式啊 其实还蛮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 成品呢也不再纯粹是卖书的 他已经变成了复合式的意思 就是他有卖一些轻食 有一些咖啡 有一些休闲的一些措施等等 那这个单笔当时也尝试这样走 所以在台北呢成立一个旗舰店 非常的这个有品位 然后投资业很高很庞大 那同时也陆续的把绩效不好的门市把它撤裁掉 到了2008年4月底的时候啊 单笔还剩下17个执行店跟4个加盟店 换句话说还有21家店 员工大概有200人 2008年6月的时候啊 零4月底还这么多 6月的时候公司的经营团队啊 呃发现啊 经营越来越困难 材料的价格越来越高 呃一些一些门市的规模扩通太快 造成了财务的缺口 而这个缺口资金高达2亿 工资短时间又筹不出钱来 所以宣布倒闭 结束了29年的这个经营的历史 那根据离职的员工 其实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资料的收集 再加上后来这些离职的员工 跟我们所透露出来的 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单笔食品在经营的最后段啊 已经陷入了混乱 整个的管理系统陷入混乱 首先看它的薪资结构啊 薪资结构没有跟上时代 远远的低于同业 它还维持在这个当年29年前 创业的时候啊 的那个传统的思维 这个企业的竞争是这样子 当你开始做 开始成长的时候啊 你需要的啊 除了资金之外 其实你还更需要人才 本来是一家店 变成三家五家 一直到达成长到二十几家的时候 你不可能啊 还是用传统的老的家族方式来经营 这时候你需要找人才来帮你忙 那人才表示的是昂贵的薪资啊 那这家公司给的薪水很低 所以人才流失 那光是这样子可能也还无所谓 还有另外的一些混乱 包括了内部管理的流程 这个内部管理流程呢 就造成的产品线跟客户管理啊不能同步 这个是很有趣的啊 这个公司在倒闭之前呢 他们的产品是四个中央厨房在做 做完以后呢 就发到全省的门市 那北部中部跟南部啊 其实消费者的口味啊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像我们南部人啊 可能比较偏重口味 甜的 在北部呢 可能比较强调清淡的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甜 不要那么重 那北部的门市一直反应啊 那总公司总是认为啊 是你们的门市人员不会卖 而不是我们的口味有问题 我们的口味在南部很好啊 所以这种管理上啊 就有很多的困难啊 不能同步 那资讯系统的效率更为低落 这个资讯系统更有趣了 这家公司很早就有ERP ERP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企业资源的规划的 整合系统 而当初要买这个ERP 这个公司也花了上千万台币啊 一个传统的食品业 好像觉得资讯蛮重要的 所以呢也花了钱去买 这个ERP的系统啊 我们是在这个 搜集的资料里面看到的 当时认为啊 他们可能没有善用ERP 可是离职的员工 告诉我们一个更奇怪的 而且更荒谬的例子 他说公司这个ERP 其实摆着没有用 因为老板还是相信传统的方式 什么叫传统的方式 就是每一家门市的店长 在关门之后啊 要用手写的去填写很多的报表 这些报表啊 就是比方说门市的销售啊 存货啊 这个进出啊 然后每个产品之间的可能的一些资料啊 收集等等 他用这个手写的表格 少则十几份 多则二十几份 看这个分店门市的规模大小 然后那个高级主管电话里面跟我们讲说 你能够想象吗 一个做本来十几亿 后来做了七八亿的一个企业啊 每天晚上全台湾的每一家奔店的店长 关门之后忙着填写 用手写这些资料 然后传真回台南的总公司 因此呢 假设一家公司平均二十页 有二十家 每天晚上会有四百页 真的很不环保啊 这个纸张啊 来印出来这些表格 有没有人看啊 大家自己想想看 半夜啊 哒哒哒哒哒 一页一页的从各个分店 传真进来的 搞不好有的传真还不清楚的 会总公司会有人看吗 一个老板都舍不得花钱 请一个很高级的人员 他会花钱请一个助理来 专门帮他做分析吗 就算一个人可能也很难分析四五百页呢 一下子十天就有四五千页 一个月下来有一万多页 请问谁在看 光看这种方式就可以发现了 这个资讯系统啊 形同虚设 比我们想象中 原来的分析还更要糟糕 花了钱又不会用 又不要用 还用传统的方式 这家公司的老板的经营 确实很奇怪 那各店的销货项目就出现落差 然后产生大量库存 食品业有大量库存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意思 因为食品有保固的期限 而且期限很短 当你有大量库存的时候 基本上这些库存都是现金啊 表示你收不回来了 所以因此啊 这个所有的资讯混乱之下 造成的这家公司啊 它的中央管理系统跟 它的那个 那个各个门市的分店的工作啊 没有办法配合 造成的绩效经营不善 因此呢 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巨变 管理功能的失调 让单笔食品在台湾消失了 成为一个历史品牌 为什么外部环境的巨变 2008年是所谓的金融海啸年 从2007到2009 2008年最激烈的时候 所以一堆企业啊 平常经营不散的 还可以苟延残喘撑的企业 到了2008年的时候 纷纷不知倒地 包括单笔食品在内 那单笔早期的成功 并没有办法让这个企业啊 顺利的转型 所以让一个在地的商号 顺利的变成全国性的 甚至进军到 国际上的一个企业 这真的非常可惜 那我们现在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如果将时空 调回2006年 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学系的高材生 那假设 实际单笔公司 请你来替公司做一个经营诊断 来改善公司的体质的时候 你需要哪一些资料 特别是数字方面的资料 以便呢 你能做出合理的建议 请问 你需要哪些资料 同学可以自己问一问看看 容不容易 你需要什么资料 是 跟同学讲一下 每天的一些库存量 跟那个卖出去的 一个消货收入 消货收入之类 库存量卖出去消货收入 就这样两个够了吗 还有 成本 成本 财务报表 还有咧 没有啦 你要替他公司 我们说了 回到2006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倒闭 还可以经营 老板从来没想到 两年后会倒闭的呢 可是他觉得经营开始有困难了 你要帮他做管理之前 你当然要跟老板 给我一些资料 你跟他要什么资料 还有什么 要不要各个分店的 还是只要总公司的就好 各个分店的 全国每个分店的 分店的什么东西 报表资料 分店的销售资料 对 分店的成本资料 等等资料 对不对 同学这样有没有想到 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啊 个案故事的延续啊 这个 我刚刚问这位同学 他是同学的代表 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自己问一下 你需要什么资料 这个问题啊 不只是问同学而已 我曾经在 高阶静音管理班 问在座的 100位老板集的 同样问这个问题 而且我不是问 我是发下试卷子 每个人给他10分钟 叫他们填 要什么资料 那些老板也吓一跳 有的人错绸不及 写上来只有三行字 一下子慌了 不要怎么写 所以这个东西是还蛮现实的 你要需要什么资料 来进行下一步的管理 跟着我们来看个案公司的延续 到了2010年9月的时候啊 在台南市夏林路140号 就是原来单笔食品的总部啊 成立的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康顶单笔 这个康顶单笔呢 是单笔食品啊 这个倒闭之后啊 有三位员工 这三位员工呢 都是差不多四五十岁以上的 上级的 妈妈级的员工 每个人拿了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出来 觉得单笔食品倒闭的很可惜 所以他们重新又开始成立了康顶单笔 在座的同学 台南的同学 有没有去吃过康顶单笔 有没有 没有了 OK 还有哪一位台南同学 请举手 刚刚 有没有这新的单笔 也没吃过了 可以去试试看看 知道夏林路嘛 140号 可以看看 那早上有一个台南的同学说过 他说他去吃了现在的单笔 因为今年的那个中秋节 他妈妈买了一些 这些以前的这些给台北的亲戚 送过去 台北的亲戚说 味道比以前差很多 我不晓得是真是假 因为我还没有比较过 只是啊 这边也有一点小小的故事 这个单笔啊 倒闭的时候 这个董事长啊 就前一阵的经营者 虽然他管理的很差 把一家公司搞垮掉了 但是他对员工很好 他在倒闭前 把所有的债务啊 在没有处理之前 先把手边能够调到的资源 全部的完全不让员工 受到任何损坏的 先分给员工 分完了之后 再来去还那些债务 当然也还不够了 就倒闭了 所以员工对着老板 其实还蛮感念的 他不像一般恶劣的老板啊 连夜不见了 跑掉了啊 这个老板负责任 所以这三个员工 成立的单笔 康顶 康顶单笔的时候啊 把原来的老板 又请去做顾问 本来要给那个老板 一个月 一两万块钱的车马费 那个老板也婉拒了说 我来帮你们做顾问 但是我不要任何一毛钱 因为他也觉得 呃很对不起员工 那这个是一个 后续的追踪 本来要跟我的博之生说 你继续追踪这家公司 顺便去看一看 前面的倒闭 会不会让这家 新的公司 成立的时候会警惕 不过那个博之生 毕业了以后 到北部去工作了 所以这个工作 就没有再延续了 另外跟着看对照组 奥福利巧克力 对照组奥福利巧克力 听过的同学请举手 奥福利 没有吗 没有人听过奥福利啊 诶在座的 有没有新加坡的同学 有没有新加坡同学 请举手 下午班没有 上午班还有一些 新加坡的同学 这个奥福利巧克力 是新加坡来的 2008年 新加坡的奥福利巧克力 进军台湾 这个2008年 进军台湾是 这个奥福利巧克力 在全球布局的第六个 台北啊 是他的第六个营业城市 台北店加盟店 是第十家 连锁加盟店 开张当天 就涌进了一堆人 来买这个巧克力蛋糕 它也是一个食品业的一个个案 只是这个个案更特别 这个个案呢 很特别就是啊 所谓的加盟店啊 它必须每日回报销售金额 每一个月提供金额的 营业额的百分之十五 当做权利金 那总公司提供什么 提供教材跟 材料跟训练 就教你怎么去做巧克力 但是你要给它百分之十五的营业额 这家公司2008年 进军台北 然后在今年的 八月底结束了 八月三十一号 它的网站上啊 台北公司的网站上有 他说我们在八月三十号结束了 尤东感谢大家七年内 给他的一个鼓励 他希望在未来日子 很快能够以大家再见面 写了这封一个短信啊 那请问 有这个奥弗力巧克力 在这七年之间 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的引入台湾的代理 这个代理厂商啊 是一个影剧圈的人 叫黄湘怡 好像是歌星还是演员啊 他大家听过了吧 他带了一个巧克力 后来呢 这个新加坡公司发现 他在卖巧克力的同时啊 在台湾成立了另外一家 叫做Black Chocolate 黑巧克力公司 那个味道规模 跟他们的奥弗力是很类似的 所以奥弗力公司在新加坡 告这个黄湘怡 这个黄湘怡是新加坡人 他来台湾发展的 告到后来呢 这个黄湘怡输掉了 输的时候呢 在新加坡的法院判决要赔上 将近台币千万 那这个黄湘怡在新加坡 宣布破产 他不准备赔钱 所以官司在台湾还在打 所以我在猜测 这个公司现在暂时离开台湾 会不会也是因为 呃 这些因素在内 不晓得 但是我们先不管他 我们继续看这家个案公司 因为这个个案公司啊 从他开始来台湾 我就把他当做一个对照组 对照了七年 今天突然发现他不在了 那怎么办呢 可是还有他的价值存在 我们再看一下 这家公司第一家店面 是在新加坡郊区的加东 加东地区是一个商业区 呃好像我们类似六合夜市一样 但是他好像比六合夜市啊 比较规模小很多 是一个行人徒步区 这个这个加东区 开张的时候呢 装潢非常朴素 这家巧克力公司走的都是 简洁风 黑白系列为主 更特别的是 这个公司啊 只卖一种口味的巧克力 而且啊 是一整个一整个卖 绝不切片 我们一般人啊 都是有一个这个蛋糕的橱窗 这个橱窗里面一片一片的买 至少提供好几种选择嘛 这个公司啊 很特别 他就是卖一种口味的巧克力 一开始的时候 而且是你要买就买一整个 要不然就拉倒 他不卖的 创业者李正义啊 他的经营理念就是 只要口味不要卖相 只要是巧克力蛋糕的口味 我不希望他怎么样子 我就是卖这个巧克力 李正义啊 这个不是男生 名字像男生 他其实是一个女生啊 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 她是这个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的 而且也考上了律师 毕业之后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做律师 这个女生啊 很喜欢吃巧克力蛋糕 问题是啊 她有一个坏毛病 每次不管是她自己买 因为同事都知道她喜欢 或帮她买 推荐她买 她每次吃完的巧克力蛋糕 就骂不绝口 太难吃太难吃 没有好吃 那一大堆的 弄到后来她的同事火大了 那什么叫做好吃的 你说说看嘛 每次给你买来 介绍给你 都说难吃 那李正义也想 也对啊 她说我自己做一次看看 结果她家 她在家做了巧克力蛋糕 来带给同事吃的时候 诶 同事觉得还做的不错嘛 很好吃嘛 我感觉上搞不好 当时也是场面化 应酬一下 你做的好像还不错 可是这个话 居然让李正义啊 受到感动了 因此毅然决然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工作辞掉 专心的去开巧克力蛋糕店 新加坡一个律师平均收入有多少 我也问过新加坡的同学 那他们说大概平均啊 将近台币一千万年收入 新加坡人的收入是台湾的三到四倍 这个是肯定的 他们大学教授的收入是台湾大学 教授的四倍 所以他们的物价也很高 那所以如果说一千万 那合台币两百五十万一个律师 如果在一个大的律师事务所里面 应该是合理的 那可见这个女生啊 这个决心有多强 问题是她也成功了 她离开了事务所有 只要口味不要卖相啊 做了这个蛋糕 还居然很受欢迎 那这种方式呢 一年后啊 她还是熬不过消费者的要求 又推出了两种口味 叫做香蕉跟蓝木酒櫻桃巧克力 就是纯巧克力 香蕉巧克力蓝木酒櫻桃巧克力 就是这三种口味一直到现在 当然除了蛋糕之外 她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 冰激凌也有 但是以蛋糕为主 十多年的时间 她的品牌直营店跟加盟店 也只提供这三种口味 而且都表持的简洁的风格 当初开张限于材料 每天只卖一百多个蛋糕 到现在全球啊 所谓的全球以亚洲为主了 它全部在亚洲就是了 已经有二十八家店 这个二十八家 我已经把台北这家扣掉了 否则应该二十九家 二十八家店里面每天可以卖出 每天可以卖出上万个蛋糕 她的蛋糕走的是中高价位 假设八百块一个蛋糕 每天卖一万个是多少钱 营业额是八百万 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那你一天八百万 你乘上三十天 两亿四千万 再乘上十二个月 他的一年的收入 光是蛋糕一年的收入 所以说这个人啊 不做那个律师也是对的 OK 这就是他的奥福利巧克力 在台北金站地下室那边 我这边写一个此情之可追忆的原因 是因为他刚好在八月三十一号 关门了 我为了要拍这个简洁峰啊 在一年前2012年的七月一号 刚好有事要到台北出差 我赶了一个早班坐高铁 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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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之后赶到金站 转印在那边找到这家店 所以他没有开门 照了好几张照片 选一个简洁峰的概念 来给各位同学看可惜此可追忆了 好了虽然奥福利巧克力公司 目前离开台湾 但是未雨绸缪 假设啦 如果公司现在请你 对他做一个诊断 以因应未来再次进入台湾的挑战 你又需要哪些资料 特别是数字方面的资料 来让你做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要需要哪些资料 这些资料跟刚刚的那个单笔的资料 会不会一样的 这位刚刚问你的同学 会不会一样的 会不会 还要加一些调查的资料 还要加一些调查的时候 单笔不用加 只有奥福利要加 还是什么 那是从外国进来啊 所以那是加一些调查 口味的一些民调的资料 没错外国进来的 单笔是一个纯本土的 我们在做单笔的数据资料 来提供单笔公司的时候 可能还是以本土的单笔的 这个本土的资料为主 如果要替奥福利巧克力的老板 李正义做一些建议的话 他已经是等于说 国际化的一个食品公司了 针对国际化食品公司 可能就会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消费习性 会做一些额外的资料 但是其他的基本的数据资料 应该都一样的 OK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网页啊 这个网页同学也可以上去浏览看看 这个网页是他们新加坡的网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ranchise跟Lessin Lessin 这边里面呢 这边有一段话 我们现在啊 仍然在寻找所谓的加盟啊 等等之类的 这个下面的这些城市 曼谷 台北 马尼拉 跟香港 台北还是他们的 那再看看他的stores 这些店里面啊 新加坡 上海 香港 台北 北京 雅加达 大连 广州 跟深郡 所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店 基本上是以中国大陆为主 然后新加坡 雅加达 跟台北啊 这个是他的店 所以我用一个对照组 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两家公司 同学可以看一看 那可以利用你上网的浏览 资讯的能力啊 来上网 查这两家公司的资料 尝试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啊 我相信同学们在网路上搜寻的能力一定都很强啊 OK 这是一个刚开始的个案 利用这个个案呢 来进入我们这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谈到的其实已经慢慢可以浮现了 可以听到我一直在强调两个字叫做资讯 我们在管理里面所需要非常多的资讯 那资讯到底有哪些种类 资讯到底如何的去整理跟收集跟运用 这个特别是我们在那边是管理会计 所以我们会强烈强烈的去说明说 管理会计的资讯是什么 所以这个章节的重点 首先了解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跟管理会计 提供资讯的差异 到底什么是财务会计提供的资讯 什么是成本会计提供的资讯 以及什么是管理会计提供的资讯 在座的同学 这个学期也正在修成本会计的请举手 请放下还有不少同学 这个有正在修成本会计的会感觉到 不晓得你们会感觉 好像成本会计跟管理会计很多章节重叠 很类似 那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也许现在问你们可能还太早 但是我这边会做一个整理 先告诉同学他们的差异在哪里 然后你再去比较这两门课就更清楚 那如果没有修过成本会计的 透过我这边的说明 希望你们也能够了解 他们提供的资讯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再了解管理会计提供的资讯 跟企业管理的相关性 那以及管理跟控制之间的资讯关系 最后就是了解管理会计 对你日后工作上的重要性 这个对你日后工作上的重要性呢 我推荐的这个参考书里面 有详细的说明 我要颁这一页给同学看 因为这一页写得很好 这个管理会计对同学的工作上的有用性 同学可以如果有这个参考书的 他的第五页的下面呢 写得非常清楚 我特别要把它念一段出来 这个 他这个第五页下面说 为何管理会计对你的职业是重要的 这个倒数大概第二行还是第三行这边写 他这边写了 他说管理会计的技能 管理会计的技能对任何职业 对任何的公司的规模组织 或者是任何的产业都有用 如果你在这个课程里面 投入了精力 就算你没有办法清楚看见你的未来 但是呢 还是表示你对未来做了一个很好的投资 表示这门课里面你投入了心力 虽然你现在投入了心力 看不出好像对未来有什么用处 可是这个作者 Garrison这个作者告诉你说 虽然如此 你还是对你的未来 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因为他对你日后的工作上 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会帮助你做很好的工作 OK 好我们再来看管理资讯的需求 跟管理会计之间的关系 这个每一个系统里面 在我们的企业管理里面 每一个学门的系统 都会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资讯系统做一个说明 管理会计也不可避免的 也要把一个所谓的管理 跟管理会计相关的系统 做一个解释 这边是一个企业与环境的 资讯系统 那我们在做管理会计之前 先要了解企业运作是如何的 我们这边会举制造业为例 所有的原材物料 从原材物料的市场进来企业之后 会先进入所谓的仓储系统 跟着从仓储系统进到了生产系统 从生产系统里面 这个半成品再制品 也会进到了中间仓储 一路到了所谓的做好的制成品 进到了制成品系统之后 就要销售出去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称之它为叫做制造的资讯系统 这个制造资讯系统 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到最低的成本 跟最高的品质 来这样子的生产 那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 一到了市场上卖出去之后 就有一个财务资讯的系统回来 所谓的财务资讯系统就是你有收入了 你之前为了买原材物料 聘用人力 投入设备等等 你有支出 有了支出 有了收入 就开始有了整个的财务的运作 有了所谓的现金流资金的需求等等 那在这个企业的管理里面 不外乎希望能够透过管理把制造系统跟财务系统呢 两个的组合达到最四化 那这次就牵扯到了上面所谓的管理的资讯系统 在这个管理的资讯系统里面 以管理会计的角度来谈 它有四个主要的功能 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到的是三个 它上面写了三个 后面的三个 我把它加到另外一个叫计算 这个管理会计 第一个一定要会计算 你如果连你的产品的成本都计算不清楚 你怎么去进行后续的管理 而这个计算也不见得很容易 很多企业你就要问他 你的产品如果说一上了几十种上百种 你的每一项产品的成本 都可以清楚的计算跟掌握吗 很多老板是心虚的 他们其实也不清楚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 互相补贴摊提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做管理会计的当然希望先能够计算 会计算之后才能够做计划或者是规划 然后可以做决策的制定 然后最后做控制 这些所有的管理资讯系统都是希望把制造资讯系统跟财务资讯系统的组合达到最适当的程度最适化 这些在在都需要资讯 除了工厂内的资料之外 我们还有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这边再补充说明 这个会计领域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特别是成块管块的这些例子 都是用制造业来做例子 也许同学会问啊 这个服务业呢 我们为什么不以服务业为例子 也许我将来要进服务业 我不会去制造业 但是书本上交通上都是用制造业 为什么 因为制造业有三大块 这三大块里面 他一定要管理 所以他有管理这个部门 他也一定要卖东西 所以他有销售部门 他甚至还有制造的这个东西 在服务业里面大概只有管理跟销售 没有制造 而制造业里面有管理有销售还有制造 所以我们把制造业描述清楚之后 转换到服务业就很容易了 他的困难度就很低 那这个制造业还有一个特性 所谓的制造业啊 东西进来会改变他进来的样子出去 产品跟原来进来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transformation 这个叫做制造 转换过程叫制造 如果东西进来 没有转换过程 原一样的又把它卖出去的 叫做流通业物流业了 就不叫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会把我们的原材物料转变 不管你是用组合的 用所谓的融合的 或什么分解的 反正就是用这种方式 都会把原来的面貌改变成新的产品 出去的叫制造业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以制造业为例子啊 在这个例子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它需要资讯 假设我们把外部的环境的变化 例如全球化的挑战 区域化的形成 再加上对客户价值的主张 越来越重视啊 还有内部管理活动的需求之外 我们这些东西全部在在 更是需要资讯来支援 更是需要支援 所以我们上面可以看到 资讯的重要性 那也许各位会想到说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小本生意 我今天如果是在六合夜市 弄一个小摊位来做生意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的大局势 跟我有关吗 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挑战 AGBA会跟我有关吗 其实搞不好还是真的有关 当如果是全球的金融风暴来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连那些路边小摊 也会严格的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这种企业经营的形态啊 规模已经不分大小 都台湾的经济 已经真的相近了世界经济的一环里面 OK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啊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 呃刚刚讲到了这个资讯的这个重要性啊 我们跟着来看啊 什么叫做资讯的功能 它的过程 发生一个报导的功能 这是资讯的功能 这是资讯的功能 那我们再看资讯系统的形成 在资讯系统形成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也可以发现 它其实也很 有一个流程啊 这个流程啊也很严谨 首先是资讯的取得 啊我们说要去想要了解一个问题 一定会去收集一些资料 所以这些资讯的取得收集啊 在当在我当年读书的时代里面啊 是很辛苦的 我还记得我在写硕书论文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德国读书 那个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因为要写硕书论文 我最多的时间 是都是在图书馆里面找资料 那找到了资料之后呢 还要特别有一个笔记本啊 要记住 因为我去找资料的图书馆啊 横跨两个城市 大概有四五间图书馆 四五个大的图书馆 还有很多小的图书馆 有的时候这个资料没有办法找到 就要去另外一个图书馆去找 找到了之后还要做一个记录啊 这本书是在哪一家图书馆的 哪一个架子上面 它其中的第几页 第几页是重要的 所以说书包里面 带的几乎都是这些资料 让我一进到一个图书馆 快速的可以找到 我要的书开始来读 那个叫做资讯的取得 甚至为了要取得 德国方面的政府方面的资料 还要坐火车 到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单位去 当然事先都有约好 然后跟他去面谈 然后希望他给一些 纸本的资料等等 那时候都是花了很多时间 甚至花了金钱 现在呢 资料的获取啊 大概 在电脑卡卡卡一 key in 同步之间 你把关键字打进去 搞不好就出现了几百笔 几千笔 甚至几万笔了 所以资料的取得 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跟着取得之后 你要在哪边组存 当然呢 放在notebook里面 还有什么话讲 对 现在的notebook随随便便啊 就是几十个GB 一百个GB 一百六十个GB 之类的 所以资料的组存啊 也不是大的问题了 这个资料组成 问题现在在哪里 资料的资讯的加工 跟资讯的扩散 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啊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把奥福利巧克力 跟单笔食品两个公司 拿来做对比的时候 在这个对比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去收集到 搞不好随随便便 就可以收集到 几十笔以上的资料 甚至上百笔的 这些资料 我们存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可是当它资料多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了 我要怎么去把它加工 加工到我要的部分 我要什么部分呢 给一个企业做顾问的时候 我要需要什么样的资讯 来给这两家公司 好这个时候 我如何去把资讯加工 做成了所谓的扩散 就是提供来使用 这个后面是辛苦的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人而已 如果是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里面呢 假设像台积电那么大的企业 一年的营收五六千亿 这个员工呢 这个好几万人 这个时候啊 它的资讯取得 组存加工到扩散啊 就已经变成 庞大到不可以 因此这个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叫做 知识管理的平台 来进行整合 我为什么要举台积电的例子 就是因为台积电在台湾做 知识管理啊 是最成功而且最有名 而且很早就开始做的 所谓的知识管理平台 就是利用大家 在这个知识管理上面 把资料的取得 组存加工到扩散 分门别类 分成 这个分成不同的层级 来做整理完了以后 把这个知识形成的过程 再描述一遍啊 那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啊 是一个巨量资料的时代 英文叫做Big Data 前一个月 还看到一篇报道 在美国 一个年轻人 大概也是不到40岁啊 他是一个巨量资料的处理专家 他的巨量资料处理的能力啊 是让美国的其他的专业人士 非常的惊讶的 像他预测美国历年来的总统的选举啊 都没有失败过 准确的预测到 这个总统的选举的预测 也是一种巨量资料 那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巨量资料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把他的对一些事情的分析 转换到的巨量资料的内容里面去 我再举一个实例啊 台湾这边有一个叫做ETC ETC是什么呢 就是高速公路啊 这个过收费站的一个自动收费系统 这个 这个 是有施工是 真的是在施工 做什么施工 我以为这个 装了一些怪设备啊 这个 ETC啊 是一个 那个 收费系统 这个ETC当初被远传集团标售下来 那标售下来之后呢 连续三年呢 都没有办法达到交通部的要求 因为他当时装这个ETC的费用 还有其他的收费的方式非常不友善 对消费来讲非常不合理 所以呢 很多 汽车驾驶使用者 不愿意办ETC 情愿啊 一张票一张票的买 到后来啊 去年被逼到说 如果你再不成长 你再不通过的话 要巨额的罚款的时候 ETC那个集团的后面啊 叫做远通远东电通啊 这家公司啊 才好像想通了 用免费装置的方式 这个免费装置 说什么一段时间内免费装置 然后有什么优惠之后 才把ETC使用普及化 普及化 他在这个免费装置之前 还有一些很烂的措施 推出来让我们觉得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优惠 那ETC的背后老板是远东集团 远东集团在台湾啊 也是一个八爪章鱼啊 庞然大物 它有保险公司 有百货公司 有流通业 有产物保险 人寿保险 一堆都有 光是它的远传电讯啊 它这个电信公司啊 远传电信的使用呢 只有好几百万的客户 这个后面啊 其实远东集团啊 有一个big data 这个big data的意思就是 它如果会用的话 它可以把我们的ETC系统啊 也纳进它的big data里面 我在ETC免费 我在其他地方可以赚很多钱 而这个公司在当时 没有措施的这个机会啊 等到ETC可以真的来想要整合运用的时候啊 个人资讯法推出来了 使得很多的资讯呢 就被卡住了 那当然公司内部啊 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 什么叫big data 像我个人啊 比方说在中信那个金系统里面 有一个信用卡 这个信用卡呢 我做了很多消费 我就发现啊 诶 中信金啊 这个跟这个 比方说这个汉神百货是合作的 所以我拿中信金的 发的汉神百货的认同卡呢 去买这个东西 没多久啊 他给我的广告就开始改变了 他发现我在买东西的习惯啊 好像不会去买那些什么菜啊 饭啊那些什么 我买的可能都是电脑相关的 跟着就会有一些DM嘛 跟电脑周边产品 特别的这种 特别制造的DM给我了 没多久啊 诶 发现怎么搞 房地产公司啊 也开始给我很多广告 这些广告的房子啊 大概都是1000万到2000万之间的房子 因为他看我的消费的记录啊 发现啊 我这个人如果要买房子 会买到那种的房子 这些资料都是什么 都是big data的加工之后 加工之后 开始提供扩散的那种效应 他不再啊 硬了厚厚的一侧 像散弹枪打鸟 毫无目的的啪一下 全部发出去 这个成本也高 透过不断的筛选整理之后 锁定的目标客服群去做行销的话 搞不好效果更高 这就是big data的功能 那我们在管理会计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后面那些动作 怎么去把这些资料分析 然后按照这个消费习性 按照他的可能 然后我们给他 给他适当的产品的提供 也是管理会计工作的一环 OK 那再看这个系统里面呢 管理资讯系统下面有很多系统 会计资讯啊 人力资源啊 行销啊 生产等等 那我们的管理会计资讯系统呢 是在会计资讯系统的下面 看起来是大系统下面的 纸系统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次系统 但是我们这个管理会计资讯系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在处理管理有关 金钱有关 那除了这些系统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系统 还有很多呢 我没有列举出来太多了 比方说供应链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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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的系统等等 那些都是在这里面的一个次系统 OK 那再看资讯的种类 资讯分为所谓的数量化的资讯 跟非数量性的资讯 非数量的资讯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资料啊 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表达的 数量化的资讯是可以用数字表达 当然金钱绝对是一种数字啊 那非数量化的资讯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表达的方立同学 方立哪一些资讯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表达的资讯 你有没有办法你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资料资讯啊 是 什么 嗯 嗯 没有 没有 不一定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 对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 没关系想想看 一下想不出来没有 不能用数字表达出来的资料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蛤 一般行动在我这边的资讯 大部分是在基于数字的 对 大部分都是经过数字来的 有一些是没有经过数字来的 OK 我就是要问说有没有这些数字啊 我再问一下好 姚元伟同学 哪一些资料是没有办法经过数字的资料 诶 我们是三连甲班是吗 乙班是吧 我们这个班是三连乙班 三连乙班的班代表是哪一位 在哪边 哦 OK 上个礼拜不在前面 现在跑到后面去了 OK 这个 嗯 是何逸贤是吧 柯逸贤 哦 柯 柯逸贤 柯逸贤同学 这个你是三连乙班的班代表 你觉得我们班的同学啊 这个班上的 班上的文化是好还是坏 非常好 非常好 什么叫非常好 描述一下 同学很认真用功读书 就按照自己的目标 每个同学都这样子哦 哇 这个柯同学 那这个班上的文化 可不可以用数量表达 好像不行啦 方立同学 这样了解了吧 我们班上的文化 这个每一个班都有一个班文化 不要忘记哦 OK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一个团队的士气 可不可以用数字表达 好像不行吧 一个企业里面员工的向心力 可不可以用数字表达 我要问的就是这一些 我们所谓的不能用数字表达的 不能用数字 非数量性的资讯 就是指的 刚刚讲的 企业的文化 员工的向心力 士气 激励 领导的风格等等 这些都没有办法用数字表达 所以我们在资讯里面有两类 一个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表达的资讯 另外一个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资讯 下面又分为 会计资讯跟非会计 但是可以用数字表达的 非会计但是可以用数字表达的 什么是非会计又可以用数字表达的 汪怡婷 汪怡婷同学 什么是 数字表达 但不是会计的数字 所谓的会计数字是跟钱有关 只要是跟钱没关 但是又是数字的 这个叫做非会计资讯 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跟会计没有关系 跟会计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数字 又是跟企业管理有关 什么 蛤 客人的数字 也是 就是我们的客户有几位 这样的话同学就大概了解了 我们的员工有几位 员工有几位不跟钱有关 我们有比方说有100个员工 OK 员工的平均年龄多少 大学毕业的几位 高中毕业的几位 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啊 也跟金钱无关 它是个比例 百分之多少之类的 所以我们有一堆非会计的资讯 但是跟钱有关的都摆在会计资讯下面了 这个会计资讯又分为管理会计资讯 财务会计资讯跟作业资讯 作业资讯呢指的是我们的损议表里面的作业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营运资讯 OK 这个是这个美国的学者他们的分类 这个分类啊 管理会计资讯下面他把它当做全部成本资讯 差异会计资讯跟责任会计资讯啊 这个分类当然是他们的意见 在别的学者里面也许有别的分类的方式 不过这个架构导使大家都接受 所谓的资讯有不能用数字表达的资讯 跟可以用数字的表达资讯 用数字表达资讯又分为非会计 但是可以用数字表达以及会计的资讯 这个分类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也发现了这些数据资讯里面 哪一些资讯呢好像蛮重要的 是不是这一方面 如果我今天到了一个企业摇头 我今天到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里面呢老板找我去说是因为啊 亏钱了公司亏钱了 我到了公司啊一堆账本丢给我 包括成本啊包括什么一大堆 一堆账本里面啊 亏钱的时候 可是我从公司大门要进来之前 就发现大门的警卫啊 雕根香烟在那边晃来晃去 我进去他也不理我 那进到公司里面一路上来呢 发现士气低落 感觉上这个士气不对的时候啊 我不用看账本我都知道问题了问题 问题问题呃什么大事大条就是问题大条了 开始有麻烦到了 大家知道吧我看到的会计资料都是事后的资料 你亏钱了已经都亏了要怎么办 造成亏钱的理由是老板想知道的 而造成亏钱的理由很多是非数量化的资讯 一个士气不好的公司 一个四分五列的公司 一个离心离德的公司 它会赚钱吗 当然不会 所以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个企业的管理的时候啊 我们固然有很多的数据啊 数字资料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些数字资料的后面很重要的一环是 非数据的资料所造成的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个进行管理 整个的企业管理啊 会崩盘会崩溃 会溃不成均 非数量化的资讯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对付士气 没有办法对付激励 向心力 企业文化等等 我们的企业管理就不要交了 因为它太重要了 所以啊 在上个世纪 一九三零年代 一九四零年代的时候 企业管理的学者 就做了很多实验 跟人力资源相关最有名的 叫做赫商实验 看看人的动机 努力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还不够 一路做下去呢 就希望了解企业的文化 到了一九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时候 一些学者发明了 叫做尺度衡量的量表 这个尺度衡量量表 各位同学一讲就清楚了 当你收到了一个问卷 这个张三老师 他上课 比方说他上课的内容 你觉得很好 好普通 不好很差 这叫做五度衡量法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叫做尺度 它不是数字 它是尺度 但我们填完了这些问卷 假设 绝对不会有秋后算账 填的人绝对被保密 那填的人也愿意 真正的认真的去填的话 我们这些企业管理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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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专家 就相信可以帮这个公司找到他的文化的属性 领导风格的偏向等等 看看是不是有偏差 然后开始设定改善的机制 这个就叫做尺度衡量 把非量化的数据资讯尝试量化 但我们如果填到说这个老师的教学 普通 那我们按照五度一二三十五它就是三 那我们问的全班同学在做过整理之后 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 诶它的它的方向是偏哪里了 这个就是很怕这一方面不能处理 光有这些数据啊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好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OK 这是我们资讯的分类啊很重要的 那另外企业内跟金钱有关的 大部分都在 不是大部分的基本上都在会计领域里面 跟金钱有关的 我一再强调啊一个公司里面 跟金钱有关的应该都纳入会计系统 如果老板跟我讲说我的金钱有关的没有纳入会计系统啊 我心里想那这个公司大概内部控制啊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所有跟金钱有关的应该都在会计领域 而在会计领域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概念 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跟管理会计 他们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看看 作为会计的资讯啊 他又称之为企业的语言 他必须要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对外的功能 要分歧计算损益 表达财务状况 显示社会责任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对外的报告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 会计叫做企业的语言 像我没有办法认识别的企业 人家公司也不会让我进去 但是只要这家公司 他是上市柜的公司 他的报表就必须公开 我可以透过 这个公司公开揭露的报表资讯 跟这家公司对话 甚至啊 我可以跟这家公司对话 对到比这个老板还要清楚 还要清楚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 企业的语言 会计是企业的语言 所以他在对外来讲 他是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 分歧计算损益表达 财务状况以及显示社会责任 显示社会责任就是公司治理的话题 这个报表啊 认真做得好的公司经营呢 有诚信的 他的对外报告我们会相信 那这个老板本身啊 那个鬼鬼祟祟的 时常听到负面消息的 他的对外报表啊 这个社会责任啊 也偏低 我们也不相信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对外的报告呢 我们通常叫做财务会计 或者是成本会计 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对内的了 汇总整理内部资料 帮助经营决策作为管理 依据他的内部报告 是提供给企业内部管理者 这个部分就叫做管理会计 所以粗略的分类啊 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是对外报告 管理会计是对内报告 可是我们去看教科书啊 描述的啊 对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之间的差异啊 描述的很清楚 对成本会计跟管理会计 就很模糊 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我个人做了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是希望能够帮助同学啊 能够快速了解 他们之间的资讯的功能啊 财务会计 它是将某一个期间 整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啊 藉由我们会计做账的技巧 比方说借贷法则 富士部计啊 所得到的这些会计资讯呢 汇总整理 按照国际财务报道准则 IFS 以前叫做GAAP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般这个这个公认会计准则 那现在改成了IFS了 以及所有相关的法律命令规定 来编制对外面的报表 所以这个对外有公信的资产负代表 现金流量表等等是财务会计的重点 那成本会计呢 成本会计呢 它主要是计算分析一个企业的营运 从进货制造一直到销售为止 来确定产品的单位成本跟总成本 有了成本有了收入 就可以针对销货成本 计算销货 对销货收入计算销货成本来计算损益 所以说成本会计的核心 是来编制损益表 既然是损益表也是一个对外报告 所以成本会计必须要遵守IFS 跟所有的相关的法律命令规定 来达到对外的诚信原则 这是成本会计的重点 那管理会计呢 它是用数字为基础 运用适当的技巧来进行管理 协助各阶层的管理人 是令目标进行管理等等 形式上它不受任何的法律命令规章 跟IFS的限制 这是管理会计的精神 换句话来讲 财务会计成本会计都必须要严格遵守 所谓的法律命令规定 而且要依赖会计的编制技巧 富士部计借贷法则都要遵守 那管理会计完全不需要这一些 它只要有数据加加减减就可以做出来了 而不要去做会计账 那我们用这个 议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下 后面还会有个简单例子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议同 相同之处是都要依赖 会计的资讯系统 也要依赖责任制度跟管理的行为来编制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问 相议的地方 就他们不同的地方 财务会计呢是注重外部资讯的提供 财务会计对外报告 因为对外报告 所以通常它也是历史资料 因为是历史资料 所以可以验证 而且客观 而且可以精确 所以这个一路下来都是对外的报告的要求 让外部报表使用者 独到的报表是可以相信的 那同时他也注意公司整体的资料 他不会告诉我们哪 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产品群 他会怎么样 他会告诉我们整个公司的营收 虽然现在会有要求 你要把部门的状况要揭露 但是不是强制性的 所以企业啊 不会告诉我们太多 他是以一个公司整体的营收获利状况 另外必须要严格遵守IFRS的要求 以及是强制性的外部报告 所谓的严格遵守啊 这个只要你是上市会公司 就必须要遵守这一些 我们很多书上啊 都会强调按照IFRS的要求 我后面有一个补充 他绝对不是IFRS而已 基本上所有的公司在做账的时候 第一线把关的是现有的所有的法律命令规定 这些法律命令规定 白纸黑字的规定 还不足以规范的时候 我们才去找IFRS IFRS是原则性的 所以这个字要加在一起讲 就是所有的IFRS跟法律命令规定的要求 这是财务会计的跟管理会计的不同 那管理会计啊 只要财务会计是外部管理会计是内部 就是我们的参考 并不是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拿以往的历史资料 拿来作为分析 对未来做制定 因此对未来的资料重视的不是它的整确度 而是它的有关性 跟你的决策的相关 以及及时的资料 在内部的报告中间 也不是公司整体的 是重视纸单位的报告 这个子单位可以分到所谓的部门别 产品别 顾客别到员工身上 完全不需要跟着IFRS跑 也不需要受到所有的法律命令规章 它是非强制性的 我再用个简单例子来做一个说明 这个假设 如果我们今天 这个要做一个设备的购买 像我们的面板厂 面板厂有两个大的厂 一个叫友达 一个叫群创 这两个大的公司 他们做面板的投资是庞大的 大概在台湾目前都叫做8.5代厂 我们只要很简单的记住 6代厂的设厂 这个建厂的资金大概要600亿台币 8.5代厂大概就是850亿台币 到10代厂的话就是1000亿台币 那如果一个8.5代厂的投资 这个设备进来了 按照财政部的就是设备的折旧单 折旧明晰的单列上面去啊 这个8.5代厂的设备 国家规定要折旧10年 财务会计里面 成本会计里面就必须按照这个10年折旧 假设是850亿 分10年每一年就是85亿的折旧 你不能够改变 可是企业的老板非常清楚 我5年后啊 这个面板生产的技术啊 生命周期就结束了 他下一个世代就来了 那我是不是要等到10年后 这个折旧再来买新机器 我的成本结构是不是真的合理 可能在内部的管理会计的报表上面啊 我就不遵照国家的10年 我就先用5年设算一下看看 哎这个10年改成5年啊 从85亿啊就增加到170亿的折旧 会多出85亿 而这个85亿要摊到产品上面去 反映所谓的生命周期只有5年的情况之下 这个产品的实际上的成本结构 这叫做内部的管理会计 当然算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用这个价钱去卖是另外一回事 假设竞争对手卖的比我便宜 我只有忍痛还是把它消价 换成10年的折旧反正去编制报表是10年 那损益表上也是用10年 可是我自己要清楚 它实际上大概机器设备只能保守估计用5年 这就是外部的成本会计 对折旧的处理跟内部的管理会计 计算折旧成本的不同的地方 OK 那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还是用一个简单的 管理会计跟财务会计在实物上运用啊 管理会计跟财务会计在实物上利用例子 比方说业务员出差费用1000元 一个业务员出差费用1000元 在财务会计要怎么去报 假设这个1000元它的凭证发票收据 完全符合会计作业的要求 那这个公司呢 就会把这1000块钱呢 开始利用借贷法则 开始做记账了 那这个业务员的出差费 它应该是首先定位是 生产费用管理费用还是销售费用 基本上这是管销费用里面的销售费用 所以会列到销售费用 如果是销售费用的话呢 借记增加代记减少 所以这个业务员呢 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1000元呢 按照会计的技巧 编到了销售费用上面去了 管理会计的角度不一样 管理会计角度同样的1000块钱 这个差旅费 管理会计的角度是说 这个1000块钱的出差费合不合理 它是不是可以拿来作为管理控制的机制 它可不可以作为支出效益的衡量 这个业务员去拜访那个客户有没有必要 拜访客户完了效益在哪里 这是我们管理会计做的 至于你要怎么记账我不管你了 反正会计部门会把它记 我们管理会计的人员呢 是把它拿来作为管理分析使用 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它明显的差异 OK 管理会计跟财务会计啊 在不同的参考文献说的很清楚 也很容易懂 比较不容易懂的是管理会计 跟成本会计的差异 这个地方就模糊了 我们再看管理会计跟成本会计 在实务上的运用啊 成本会计呢 它的重点在哪里 它的重点是要利用会计资讯啊 收集消货收入相关资料 收集相关的生产成本管消费用 然后利用生产作业的特性 来做成本分散汇总 来最后呢 做所谓的 业外的收益支出 这些都整理完了 就可以编制损益表 然后遵守所有的规章来做 这是成本会计的重点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成本会计啊 我们就不能够拿 刚刚那个例子 一个业务员出差的一千块 虽然业务员出差一千块 也是在成本会计里面要计算的 不过它不是在生产成本 它是在管消费用在毛利后面 算营业净利的时候才要扣掉 那在这个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会用生产工作里面的一环来做例子 假设一个工厂 它生产作业中材料已经领用 而且进入生产 这个材料成本是一千块钱 材料领用是靠领料单 从材料这个这个领班啊 从电脑打出来 每天生产打出来的叫生产成本单里面 诶今天生产的进度是多少 然后跟着会有不同的单据出来 一个叫做领料单 这个领料单就会到库房 到仓库去领材料 领料单上都有编号 这个材料在领料单还没有进仓库 交给仓库管理员之前 它是材料 就是我们的材料成本下面 那就是流动资产下面的材料 这个栏 栏位里面 那我的领料单一送进了 这个仓库管理员的手上 盖完印 进到电脑把材料给我拿出来那一刹那 这个材料就不再叫材料成本了 它已经进到了生产成本单里面的 叫做再制品的成本 跟着准备制造了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在成本会计的作业里面呢 我们会先想这个工厂的作业特性是什么 所谓的作业特性它是按照批次的 还是按照分布的 就是分批还是分布的 这个在成本会计里面 会一直在搞这些东西 我们在管理会计就把它省略掉了 那材料的成本 再制品的成本 制成品的成本的会计评价 又各为如何 那其初其末 它的存量存货怎么处理 有没有标准成本 如果有标准成本的话 跟实际成本做比较的 多或少分摊怎么处理 会计账上面怎么处理 我们假设一个材料 它用量的标准是100公克 我们就用这个标准 设计它的材料的标准成本 那实际上 它用的是120公克 所以我们的100公克 比这120公克呢少了20公克 这叫做少分摊 少分摊 我们在最后的营收下面 要把这个获利啊 原来预估的标准成本下来 扣掉这个多用的20公克 反过来讲 100公克的标准材料 只用了80公克 我们是多分摊 多分摊我们会有多余的利润 所以这个多或少分摊 这些怎么会计处理 差异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差异 如何处理 以及不良品率的摊提 制成品的销售等等 这个是成本会计的重点 我们在这些重点之下 成本会计都在做借贷分路 用到哪些会计科目 如何转到产品上去 最后就是消货成本 跟消货收入 怎么去对应利润 怎么去截转 这是成本会计的 那管理会计的角度呢 同样的一个材料 用了一百一千块钱的材料 进到了生产线 首先管理会计会讨论到说 我们的分批分布成本里面的摊提 是否合理 这个地方里面呢 因为可能同学 比较没有去读到成本会计的话 可能不会清楚 我简单的描述一下 分批成本的计算是靠分摊率 分布成本的计算是靠完工比例 那在一般的会计作业上面呢 都会拿经验法则 这样子做一个分摊率来应用 而不去讨论这个分摊合不合理 管理会计就会去看 因为这个摊提如果不合理 整个成本就会被扭曲 所以会先讨论 然后跟着看标准成本 是否合乎管理控制的要求 不良品率的原因如何 可不可以降低 材料耗用是不是合理 材料耗用的差异 归属的责任是谁来负责 那存货的原因 是不是要做合理的分析 在成本会计里面 存货的重点是来看看 我们有多少存货 就是存货评价 要寄到会计账上面去的 可是在管理会计 我管理什么存货评价 那个不是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 你这些存货合不合理 可不可以再减少 或者说是太少了 需不需要安全存量再多一点 这是管理会计的要求 以及最后的就是 生产流程合不合不效益 生产效率有没有可能提高 所以从这两个 一对比之下 管理会计跟成本会计 就截然不同了 那管理会计呢 还要借助成本会计支 来作为管理控制的依据 我们管理会计 也不是凭空有数据出来 我们希望借助成本会计的架构上面 来做一些调整 来帮助管理会计 进行管理 利用什么呢 利用公司的会计手册 公司的会计手册 在小公司搞不好没有 会计人员搞不好只有一个 就自己做账就是了 你用流水账做也没人管理 反正很小 但是如果公司一稍具规模 就会对会计作业会订出规范 这个叫做会计作业手册 这个如果碰到像台塑集团的 会计作业手册 大概要一千页了 非常庞大的 OK这个会计作业手册里面 规范的会计科目 它的特性 它的意义 它的处理 还有一个叫做会计的编码 举例来讲 一般小企业 03叫差旅费就结束了 那大企业可能会把03 差旅费又分为03 031营业部的 032管理部的 033生产部的 大概分这三个部呆就够了 可是我们学管理会计的人 觉得这种分类不够 我们希望分 把031营业部的分成0311北区 0312中区 0313南区 就是营业部的北区的中区南区 都要有之外 还要再细分台北区 甚至台北区下面还有主管 现在的电脑做这种分类 是很容易的 看分到主管也不过才6码 我们透过Excel 可以无限制的用这个码来编 很快就可以把它编出来 那早期的话 这个城市设计 有个栏位的限制 4码或6码 再多可能到8码就已经不行了 那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为什么这样编 很快速的就可以把 所有的北区的主管的 这一个 这一年来的所谓的拆旅费 立刻叫出来 看看合不合理等等之类的 这个叫做用编码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换句话来讲 利用管理所需的资料 资讯报表 透过分类技巧予以编码 再依入章的评论 给予适当的编码 最后从这编码编至管理报表 举例来说 拆旅费对应到顾客 这个地方我要举一个例子 这个我也在一家公司 做所谓的顾问过 这个做顾问的经历之前 是那个老板来中山上课 上完课以后 他觉得这个管理会计很重要 就跟我联络 说可不可以替他们的主管来上课 我说好啊 可以上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上 就是每一个礼拜来上一次 大概安排一到两个月 看我怎么安排 把重要的部分给他们员工讲 那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是下午两点 预计要上到五点 那个公司不大 只有四十几个员工 一级主管 就是被老板指派来上课的 居然还有十来个人 结果两点上到两点半的时候 老板也看不下去了 因为几乎都睡成一滩 大家都很累 那到了会议室啊 来上课的时候啊 那冷气最又舒服就睡着了 那不到三点钟 老板就说停住停住不要上课了 老师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要跟你讨论一下 到了办公室讨论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这样子好了 看起来上课的效率不高 我们要不要你来帮我做个企业诊断 那帮我们看看有什么改善的空间 我说好啊 可是需要时间 他说多久啊 我说我需要会计资料 我可能要跟会计部门的经理啊 来做一个整理 他说那没问题啊 反正啊 你就跟会计经理合作 我们一个月的时间 刚好下个月的叫做月经营会议啊 就全员参与的时候啊 你来帮我们做一个报告 那看看给我们一些提示 他说我会付钱的啊 我说这个当然没问题了 然后就跟会计经理来合作 同时老板也跟所有的主管交代 这个要跟黄老师密切合作 他要的资料都要给他 这个公司 他有两大部分部门 一个叫MIS部门 做资讯软体的服务 另外一个是叫做精密的零组件的进口 这个公司46个员工 至少有23个是在MIS部门 那这个公司在我去做顾问的时候啊 做诊断的时候 营收年营收6亿 获利6千万 10%的获利 后来一发现啊 这个6亿或6千万啊 他进口的一个关键的零组件 这个关键零组件 现在台湾的市场 高达80%的占有率 而且是从日本进口的 所以这家公司的 这个股东里面啊 除了这个台湾的老板 占了51%以外 日本人占了49% 所以他的获利 基本上是日本人帮他决定的 我给你10%获利就10% 我给你15%就15% 因为这个零组件的产品在 那个台湾的市场上 是几乎独占的 接近独占的 了解了这些状况之后呢 我在做整理的时候 这个业务经理啊 是很骄傲的人 因为这个6亿的营业额 他占了9成以上 接近5亿5000万是他做的 那获利也是他一个人获得的 那MIS啊 这个20几个人啊 是一个赔钱的机构 可是公司为什么还有一个MIS呢 因为想要把日本的软体系统啊 引入台湾 规划给中小企业使用 所以这个老板还蛮有野心的 OK了解的这个状况 就开始要去做整理了 我一发现啊 产品别的部分啊 好像没有太多的空间 所有的净价都由日本决定 所有的毛利也由日本决定 剩下的就是营业净利的问题 哎毛利跟那个销货成本 我没有办法去碰他 也动不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去整理管销费用 来看他的营业净利 就跟那个会计经理忙了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啊 一月经营汇报来了 这个月的中间我去 营业部门要资料的时候 被营业的经理啊 抗拒啊 甚至啊 对我的态度也非常的不礼貌 他会想到说我跟老板奋斗了二三十年 你一个外面来的人要管我们什么 是不是老板对我们不信任 我也算了 等到那个月营业 月经营汇报的时候啊 我就提出了一个 等到这个大家部门都做过报告之后 那老板说 请黄老师帮我们再做个整理 这个替公司做个诊断 我那时就说了 我说我大概就是针对了一些会计科目啊 做了一些整理 包括我们所谓的交际应酬费用 包括所谓的电话费用 包括所谓的汽车的汽油维修补贴 这些所谓的杂项开支的费用 我就逐项的报告 首先报告所谓的交际应酬费用 不过在报告之前 我说快那个营业部门的经理啊 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下 我们公司有多少客户 一讲完那个营业经理很瞧不起我的 说那一百多家啦 资料都有我当然都知道 我说没错一百多家 那请问前十大客户可不可以请你 跟我们练一下 同时每一个客户占有的营业额是多少 他就觉得奇怪 他说张三 张三客户啊 最大的是张三客户 其次是李氏 其次是王五 那张三占的百分之十多吧 李氏占的百分之八 还是就讲了他不讲了 这个东西不是无聊吗 老板这不是很无聊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那资料都有啊 你会计部分不是凹了一个礼拜 你难道一个月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说没错 我只是想要再了解 做double check 因为做一个营业经理 应该脑袋里面啊 对前十大客户应该知道 跟着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这十大客户的总营收 占了我们全部营收多少 他就很骄傲的说八十趴 没有错 大概前十大客户就占了百分之八十 剩下的九十多家客户只占了百分之二十 最后我就问他了 我说我发现了 六亿的营收 那这个交际应酬费啊 大概花了快要两千万 一千多万一千六七百万 这个是一个有日系色彩的企业 日系企业啊是很喜欢啊 好几趟啊 那个年代里面 来台湾的时候 那些日本人来到台湾 工程师祭司啊 我们这个公司的同仁要陪他吃好几趟的 那这些营收啊 都是老板账下面 还有营业经理的下面 我都做了整理了 我只是想了解 还有一些费用叫做客户去交际应酬的 请问业务经理啊 我们的交际应酬费用啊 大概经过调整之后 还将近一千万了 花在哪一些客服上面 这时候那个业务经理啊 就开始啊 讲不出话来 他突然觉得好像有点麻烦了 好像我要找他麻烦 又找对的地方了 他就挣扎了半天 这个我不知道 可是我都符合公司的会计 我没有违反公司的会计 我说没有没错 不可能违反 因为你违反公司会计 会计小姐就不让你入账 他会退回去的 你这个我都知道 我只是想了解你用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他在那边挣扎的时候 要不要我告诉你 我整理了以后 发现啊 你有一百五十万 就将近啊 这个一千万里面的 百分之十五啊 用到了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他在我们整个客户排名 从第一排到第一百多的时候 占到第八十五名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一整年下来 花了百分之十五的交际营收费 去照顾一个排名 在第八十五名的客户 算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客户 是不是他这两年内 会变成前三十名 前二十名到前十名 因为他很有潜力 所以你尽量的去招呼他们 应酬他们 希望变成大客户 是不是这样子 老板一看气氛不对了 这个问题好解决 这个我们等下再来研究 这个业务经理你回去想想看 老师不要急了 我们不要急回去研究一下 我吃令他在那边乱搞 为什么这个百分之八十的市场占有率 需要去那么殷勤的招待一个八十五名的客户吗 大家自己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还没有开发的新客户 我还情愿相信 这个一个在八十五名的那个规模 本来就很小的 就是怎么样呢 换句话来讲公司啊 这个因为有日系色彩 我们的台系员工啊 也很习惯啊 没事出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可是回来要报账啊 随便找一家公司编个名字包包 经理一编就好 这些账 全部都隐含在什么地方 都隐含在这个大项目 因为它是一个四十几个人的公司 它没有分到 连这个都没分 所有的拆旅费摆在一个科目上面 我跟那个会计经理就是说 可不可以把拆旅费啊 给我分出来 啊老师很麻烦耶 没关系 这一年下来 对不对 我们就坐在角落里面加加班 把它整理一下 我说以后可不可以把它 干脆就把它编号编好 到时候你按照编号 你一K进去马上就跑出来了 这个就很简单嘛 所以我们当那个月里面 是用手动的把它整理出来 就整理这一些 一些会计科目啊 一整理出来马上发现 很容易就知道管理了 我们把拆旅费对应到顾客 是这个意思 不但是拆旅费对应到客户 还有对应到他的电话 还有对应到他的车支啊 一路下来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这个改善的空间 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再跟各位同学讲 另外一笔费用 针对这个刚刚讲的拆旅费对应到顾客的上面去啊 针对这个刚刚讲的拆旅费对应到顾客的上面去啊 还有延伸出去的另外一个例子 那个是所谓的电话费啊 那当年在做这个公司的诊断的时候啊 他们的一级主管每个人都分配到了行动电话 今天啊这个行动电话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有 可是当年那个行动电话的门号 跟他的申请费用 一支要台币两万五千块以上 非常昂贵 而且行动电话呢 大的像一个砖头一样啊 那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有行动电话的到的餐厅摆在桌上一摆 不得了每个人都看到了 表示这个人是有特权的 能够有拥有行动电话 所以都是由公司替一级主管申请 都是由公司的名义 那我在申请观察电话费的时候 就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电话 没有分配到分机上面去 所以公司的总电话费呢 是透过一个总机 可是没有办法再分到分机 也就不清楚每一个人 耗用电话的这个费用是多少 只有一个总偷偷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行动电话 行动电话呢 因为是有分配到这个一级主管 因此很好可以查 他都可以兑上去 兑的时候发现 主管在行动电话的花费上面 还都还算蛮合理 但是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他的电话费啊 非常高啊 一个月大概是两万 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甚至还有超过 那这个人呢是谁呢 名字挂的是董事长的特别助理 其实是帮董事长开车的 司机啊 那有重要的日本人来 他会去接机 也曾经在日本待过 留日过 然后他就是等于说是董事长 跑哪边 他就带着董事长往哪边跑 这个人的电话还特别高 所以当初我要去查这个电话费的时候 会计经理就面有难色 电话费就算了 我说这个人奇怪了 也没看到这个人啊 他说他就是挂名在董事长办公室的特助 但是他基本上是司机 大家都知道的 送往迎来的司机 年纪也不大 三十多岁而已 那可是会计经理就一直不愿意啊 在这一方面配合 问了他也不说 那时候我才去公司没有很久 他也不认识我 他想说大概跟我讲多了也麻烦 就算了叫我不要管 可是我还是叫他把资料给我 什么资料 因为这些电话都是有公司的名义 所以我就到了中华电信啊 要了所有的通年的那个明细的记录 叫出来以后就一个个做整理 那一天处理完了业务经理的问题之后啊 跟着就讲电话费 一讲到电话费的时候 我想像张三这支电话 就用了非常多的电话费 这个听说他在帮董事长呢 开车 那为什么去用那么多 那个因为是月经营会议全公司都在 那一位先生听到了 当场就生气的大大声的反抗 说你知道什么 我的电话总董事长也在用我的电话打 我在帮他开车的时候 他时常拿我的电话打 因为他怕他的电话没电或什么东西的 董事长马上就跟我讲说 是是是他的电话是这样子弄的 然后就还很生气的跟我讲说 你这样子根本不对 人就站起来出去了 当场给我难堪 我发现了全公司人都用眼睛瞄着我看 我的经验告诉我 如果这个人不处理掉的话 我这个公司就不要混了 所有的英明就毁在他身上 这个当然了 我其实有准备的 我就请那个助理小姐说 我赶快请他回来 没问题啦 我知道他的苦衷啊 董事长确实有用他的电话打 他等一下又回来 可是他出去的时候 我发现董事长居然没有动作 表示这个人他的背景一定很硬 没多久这个人就被叫回来了 叫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秀出那一个通联的记录 这个通话的明细记录里面 我已经跟会计经理把我们认为是公务的电话 也许是董事长拿这个电话打 都勾选出来 假设有一百笔勾不到十笔 剩下九十笔 这些我们都不清楚这些电话 我其实也可以追踪 我可以打电话去问你是跟谁讲话 甚至啊 这个剩下的九十笔里面呢 集中在不到十个人的身上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 那我就故意啊 装作啊 这个不知道说 我们已经把它用涉笔勾出来 以公司往来的电话 剩下的是不是可以请你勾选 你认为是董事长用你的电话来打公务电话 你把那个勾出来 如果全部都是我们就都接受 一把这个秀到他面前一整一整落下来 他也整个脸就变了 同样从那个业务精的身上 脸色上又再一次的看到那种尴尬奇怪的感觉 这时候他就不敢凶了 他就把那张拿下来 不太不太心甘情愿的说 我回去再勾 我都好没问题 你慢慢勾 等到这个会议结束了以后啊 我通时要求MIS部门啊 所有的公司的桌上的桌上型的电话 要给我用一个程式设计来分出来每一个人的电话费 因为整个的total分不出哪一个分机打多少钱 是看不出来绩效 我说这个这个需要买一些硬体来搭配 这个公司呢应该可以支援 我一讲完了 董事长马上说可以可以马上去做 马上去做 那这个等到这个会议结束了以后啊 这个电话费这边也结束了 而且电话费秀出那一落那个名册之后 那个明细表之后 让那一位很凶悍的那位年轻人啊 突然一下没有声音的时候 我发现了至少在别的员工面前啊 我还是可以站得很挺啊 那等到这个会议结束 董事长叫我到他办公室 弄了一杯咖啡慢慢喝慢慢聊说 他说好家在你帮我一个忙 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不受教 他的父亲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他也是公司的股东 难怪皇亲国戚啊 这个这个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也是公司的小股东之一 而且是跟董事长是多年的好朋友 还带有远亲的关系 那年轻人呢 这个花父母的钱啊 到处去啊什么 像日本也留学过 日文可以讲了 但是呢 好像没有学到什么 所以他的父亲说 跟那董事长说 我这小孩就放在公司里面 麻烦你帮忙一下 但他也知道管不上 他自己工作又忙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年轻人 除了帮他这个接送之外啊 其他时间不要跑哪里去了 他只听董事长一个人 没有人敢指挥他 在公司里面 横着走的这个 troublemaker 他老师还好你刚给他 杀了一下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凶陷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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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说替董事长帮他管了一下 后来这年轻人 半年后就离开了 因为发现也不太好混了 我每次都在盯着他啊 所以他大概也没什么 后来就自动辞职 辞职的话 也让公司里面稍微松了一口气 那这后来过了快一个月了 这个董事长呢 打电话给我 他说这个你上次的建议啊 说下个月啊 要把这个系统啊 整个的电话系统 要用一个程式 跟一些硬体的装备 把它分出来啊 其实啊 你上次交代完了 这个MIS部门啊 第二天就做好了很快 这个市场上都有这些县城器材 那个城市是很很小的case 他们就做完了 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发现总电话 比上个月的电话 快速的省下了差不多 呃 四十万 是四万块四万块 一年下来可以省到五十万 而一年电话位就可以省五十万了 这样子以此类推 我说很好啊 他说那这样子好不好老师 要不要来做我们的顾问 就把省下来的电话费啊 当做你的一年的顾问费 我也没有多花钱啊 那你又没来帮忙 我说我时间有限一个礼拜只去一次 一次只去三个小时 他说没问题 就跟他合作做了七年 到这个公司的董事长退休 然后日本人来接手 我不会日文 所以我也离开那个公司了 这七年之间啊 这个老板啊 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一直把总经理放在那边 要我去做 我就坚持不做 那一做了总经理完全就不一样了 从客卿变奴才了 那个做这个顾问的时候呢 他是很尊重我的 对我也可以不听他的 了不起我回来学校继续教书嘛 对不对 所以他某种程度还跟我配合得很好 一做了总经理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 在这个七年中间 这个公司里面 等于说我是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 所有的都可以管理 那也让自己的管理会计的一些做法 也在那个公司也贯彻了 OK 我们再来看啊 我讲这个意思啊 其实是跟同学鼓励啊 同学只要你能够有一些 这个就是企业管理啊 看起来学的好像 好像没有很踏实的感觉 很多同学到了大市啊 快要毕业前啊 都还在抱怨啊 快要毕业了 不晓得学什么 老师也没教 系上也没教什么 我们空的脑袋要出去了 很懊恼 那时候我们也很惭愧啊 如果学生这样出去了 可是我也时常在问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学 我们的气管系啊 很特别很好混 某种程度 除了一些比较讨厌的科目之外 一熬过去以后就 刷刷刷就毕业了 但是要学到东西可能很困难 你自己问你自己 大学毕业前 你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根本不需要准备 站起来就说什么是行销管理 坎坎坎而谈三个小时还不能结束 还是说大事前毕业前问你 什么叫行销管理 可能一分钟讲完就讲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来怪老师 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同样道理啊 也时常碰到同学会说 老师学过就忘记了怎么办 我说如果真的都会忘记啊 我只要上最后一天课就好 干嘛要上那么辛苦啊 反正我今天上的下礼拜忘记 下礼拜上的再下礼拜忘记 我就上最后一天课就好了嘛 大家都回家 然后最后一天上完了 请记住不要忘记啊 这个最后一天的课 这个还是忘记啊 所以不能够用忘记来做借口啊 特别是企业管理里面的很多的基础啊 一定要把它背的滚瓜烂熟的 OK 我们再来看啊 当你如果能够背的滚瓜烂熟 你日后在职场上面 说实在的就可以得心应手 到时候啊 你的工作你的未来 当然也都在你的手掌握上 当然很容易啊 就可以 我们现实一点来讲 就可以有很好的收入 OK 再看成本会计管理会计 跟财务会计的资讯的应用的情形啊 我是用一个Hilton的概念啊 来做架构 这个成本会计系统是会计系统的一环 啊 他呢提供了成本会计的资料 缤分二路 一路提供给财务会计 干嘛呢 编对外报表啊 配合财务会计本身 再加上成本会计提供的 可以就编出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跟权益变动表 那成本会计的资料 再另外一 缤分另外一路去提供给管理会计 做内部的管理之用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成本会计 管理会计跟财务会计 资讯提供的一个架构 到这边为止啊 我们大概就把成本会计 财务会计跟管理会计的 资讯提供的不同的性质做了说明 希望这行课完了以后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理 你就把它记住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 你也至少要自己能够说出一套来 OK 我们跟着看啊 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做成本管理 不是成本会计 不是管理会计 也不是财务会计 而是cost management 成本管理出现了 这好像是一个新的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都奠基在 Kaplan跟Johnson 在1987年的一本书 Relevance Loss 这本书里面啊 这本书是很有名的一本书 这本书对美国在二次事业大战之后 一直到这个这个 1980年代啊 做了一个严厉的批判 二次事业大战之后 美国的这个企业界啊 只重财务不重管理 造成了整个的竞争力的低落 因此 Kaplan跟Johnson 写了这本书 来警惕 如果只写这本书 来骂一骂 警惕一下 那还不能够体现出这个学者的功力 跟他的贡献 会骂的太多了 骂完之后呢 既然你觉得竞争力低落 有没有可能挽救 所以这两个学者 一路的发展啊 这两个学者 一路的发展下来 不只是提出了严重批判 还提出了一年串的 新的管理会计的技术 想要提高这个美国这个管理水准的提升啊 那像类似作业基础成本制 像类似平衡计分卡 这一些都是这个Kaplan 他所发明发展出来的 OK 那在这个地方里面啊 我们有一个翻译的 这个书有翻译啊 这个是台大跟政大的教授翻的 他的书名叫做转类点上的成本管理 找回管理会计失去的优关性啊 这个书我是强烈推荐啊 可是突然有一届的同学告诉我 买不到了 因为他不再再版了 那有必须要在博客来啊 看看运气 有时候偶尔找得到 之后啊 又一年串的教科书出现了 这些教科书的名字很奇怪 叫做成本管理会计 他到底是成本还是管理会计 不晓得 或者管理成本会计 或者策略管理会计 甚至还有策略成本会计 都出来了 那对我的 对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我站在那个书店里面 一堆这些奇奇怪怪的 又有成本又有管理的 这种会计书啊 我去翻 如果翻到里面啊 都在做分录的 怎么样子从材料的采购 一路到所谓的产品的生产的结算 都有会计分录 就是用会计法则来做分录的 我就把它定位为你是成本会计 管理叫做成本管理会计 还是管理成本会计 那如果从头到尾看不到一个分录 都是用计算的数字 而没有会计分录的话 你就是管理会计 我用这个角度来分 就不会迷惑了 否则同学去看看 还真的有这些书啊 跟着来看管理会计 与作业啊 那定义啊 管理会计的定义 管理会计的定义 按照美国会计学会 AAA啊 它的定义 这个定义其实也很早了 大概1960年代的定义 不过到今天还可以用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透过适当的观念技术啊 来这个收集会计的这个这个资料 来做合理的经济的目标 制定 然后离 那个离定理性的决策 达到企业的目标等等 这个定义大概还是四平八稳的 那另外它与相关的学术领域的关系啊 管理会计啊 这个这是一本 也是一个从那个中文的教科书 可是当年没有注意到 所以再去找就找不到 从哪里出来的 它是用这个图来画 那就是说管理会计跟成本会计 跟财务会计 这个蓝色的红色跟紫色的有关 那报表分析 审计跟税务会计 跟管理会计无关啊 其实到今天为止 这个资料应该很重了 今天来讲的话 报表分析啊 已经也拉近了 跟管理会计相关了 它必须有交集 一方面是跟 会计领域里面哪些相关 管理会计导师跟 省计及税务会计啊 就隔的比较远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要把管理会计学好的话 除了我们自己这个科目以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一些其他的科目 包含了管理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等 因为它是管理跟会计 两个概念 这个会计本身大概还容易学 那剩下的管理呢 就要从这些领域里面去学习了 在这些学习的过程里面啊 有人问我说 这么多都要读吗 那如果说 按照重要性来分 老师你推荐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想把管理会计要学好 除了管理会计本身的知识之外 还要学好哪一个 那我只能跟各位同学讲 按照我的经验法则 心理学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最好也去学一下 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开心理学的课 有的话尽量去听听看 修修看 除非你是心理学天才 天生的很厉害的人 什么叫做心理学 也不要学很学术性的 只要透过心理分析 了解别人的这种肢体语言 讲话的方式 他的行为透露出他背后的意涵 你能够分析就已不